機器手臂來回運作 無論是餐盒 醫療用品 又或是生活必需品 通通南部倒塌 塑造射出機場傅強心 靠著獨有的智慧製造解決方案 成功打入Nike供應鏈 搶下上億元訂單 而幕後的大工程可少不了工業局 工業局提供了相關的一個 研發補助的一個資源的一個投入 主要還是以樂觀其成的態度 來看傅強心後來跟Nike 付強心來提供智慧機械生產線 給豐泰 讓豐泰可以代工 目前的進度整機應該還沒有整起來 但是應該不用半年可以看得到 傅強心與豐泰強強聯手 跨入國際製鞋列車 靠著鞋業致富的 還有去年台灣富比市富豪榜上 爆紅的紅幅 創辦人張聰淵 為人低調 其實從2012年接了Nike訂單後 就如吹氣球般獲利不斷膨脹 成為台灣隱形首富 紅幅第一個他股價沒有上市 股價的一個下跌沒有衝擊到 他們他的身價 當然因為紅幅的創辦人家族 他們其實比較低調 那你說是不是有特別去做一些資產的調整 或者是轉移讓他的一個排行榜 不要再那麼前面 這個我們也不排除 先前陷入製鞋危機的寶城 近期股價也出現反彈 尤其在市族NBA熱帶動下 製鞋產業今年有望再開紅盤 傳出紅幅更因此挖青路及豐泰 人才牆角 寶城的業績從去年下半年開始 就有明顯的一個增溫 他的股價在去年的第四季就開始上漲 製鞋產業的供應鏈也會受到 這個也會受惠 像富強心 營建一後復甦 製鞋業開始谷底反彈 重建興旺 爭奪國際大廠訂單 搶當超級協王 下期新聞就謝謝羅富茨 台北報導